11月26号记者见到了受伤的杨先生 此时杨先生的伤口已经基本愈合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 但当时受伤的情景他还历历在目 那天就是我家班六点半下班 我就走路回家往姑娘站走 我就看到前边没有路灯有水 这边发亮我看这边黑 我就走过这黑的这个位置 大概没走过个三四步吧 我右脚一下就踩到井盖的边缘 我一下就趴倒了 完左腿连带着就一下就磕到那个井盖的边缘 杨先生当时感觉左腿前侧钻心般的疼痛 他足足在地面上趴了能有两分钟 起山之后他发现原来是一口硬颈的井盖离了岗了 自己卡在了井盖上 我有个小伙子磕完磕破皮了呗 就没谈完事我就磕破皮了 当时也天黑也没有路灯 我也没瞅 我就感觉疼 就觉得应该就是破皮了 就没有那么严重 还着急回家 因为我喜门那天还没下班呢 我也刚下班还没吃饭 我现在赶紧给我媳妇做饭吧 没回来呢 杨先生一瘸一拐地走到公交站 坐车回了家 值得给媳妇做上饭 他才腾出时间来看看自己受伤的左腿 我把腿一搂 你看挺深的三口 一看着挺下眼的 挺深的 就要快 像快露骨头了的那种感觉 有一点点血 就裤子上沾一点点 还不是说一流 就是流的一下 哗啦哗全是血 就一点点血 杨先生赶紧去了医院 没想到这一颗的后果是相当严重 肌腱断了 他一看我的三口 他说你这个肌腱可能断了 你这个需要做手术 当天晚上做了一个手术 晚上手术完了以后 那个医生就说 你这个是肌腱已经断了一半了 你最少要休假 休三个月 两个到三个月才能上班 你这个回家以后 你要一个半月以后 才能这个腿才能着地 现在做完手术一个月了 那个也现在长得几乎差不多了 做完手术就缝了针 缝了这么长一块针 缝了几针 缝了大概有个七八针吧 现在就不用不干使劲 怕这个肌腱再撑开 因为医生告诉我来说 你不能走道 走道容易 如果你肌腱再撑开了以后 还要回去再一次做一个手术 上楼梯或者是走道 都靠右腿来吃力 杨先生住了十天院 医药费花了一万六千多 而且还要卧床静养 这让杨先生遭受了身体和经济上的双重打击 杨先生说罪魁祸首正是那口被挪了井盖的印井 而就在他受伤之后的第二天 杨先生的同事就赶到了事发现场 我们公司领导去那也拍了照片 还看到有那个人在那边洗车 井盖也在旁边一边放着没盖上 还有那个就是绿化车在那边在里边洗水 于是